HELLO 大家好,這次回到這條影片就是3D打印筆的系列 很久之前在直播中或者上一條DC活動的影片 也有少少提及到今年想做一些小創作小DIY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剛好想畫一畫一件東西 這件是甚麼呢? 就是平時大家很常見到可以用到的小工具 就是一個口罩扣 為何要有口罩扣呢? 因為如果大家戴得久的口罩的話,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感覺 戴得越久,耳朵位置是很痛的 有點痛 所以我就想到想做這個口罩扣 至於那個口罩扣的外形 其實我是上網看了一些原來人家賣的口罩扣都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那我就不如自己試試畫一個,因為3D打印筆我自己都需要多加練習一下 很多東西都想畫,很多東西都想創作 所以就想試試 對了,影片上大家會看到上面有一個是已經畫了出來 但是你看到它有個裂縫,或者是裂開一半 原因是因為不小心掉落地,掉落地之後它就碎裂了 又未到碎,即是未分開,但就斷了 即是未斷得完,都連著的,但斷了下半部而已 我懷疑其實是厚度不夠,不夠厚 所以它就很容易一掉就會立即斷開 好了,所以我就再畫一個新的出來 這次就用原子筆做了一個稿 到我畫完之後才發現有問題 就是那個材料竟然黏住了一張紙 但是問題不大 我就會再用這個黑色的材料再畫多一次 因為剛才說過要加厚,剛好這裡有一個叫什麼 因為要補上紙碎的位置 因為撕出來的時候黏了紙上去 所以剛好可以用這個黑色的材料填補它 順便可以加厚它 一切都盡在我的計劃當中 所以就不斷再有了 其實這個3D打印筆的時間都真的比較長 雖然這裡加了速度 但其實我想畫一個口罩扣都用了九個字左右 一個小時內九個字至一個小時左右 畫一個出來 而且都真的蠻辛苦 因為要把你的手變成好像3D打印機一樣 慢慢一筆一筆地畫出來 如果大家有看過3D打印機的操作 其實是跟打印筆差不多 但是當然在材料上一定有不同 3D打印機其實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質感也有 外觀、外形也漂亮 3D打印筆其實外形也不漂亮 但質感、質地其實都是... 我想應該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打印機 所以我不太知道 影片到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成品出來 為什麼我沒有畫到整個過程 就是因為我手機到第二段的時候錄不到 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容量不夠 所以就沒有畫法讓大家看到下半部分我怎樣畫 但不要緊 未來會有更多3D筆的影片上傳 大家如果有什麼興趣想... 有東西想我畫 或者是... 可能是一些... Pokemon 或者是一些實用的工具 不妨都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